同学聚会 他被众星捧月 宣布了与未婚妻的婚讯 而我是包房服务员 为每一位同学针灸 有人奚落 要不是当初玉书把傅言琛甩了 他现在就是豪门扩胎了 他偏然微笑 握紧了未婚妻的手 看向我我得敬玉书一杯 要不是他 我遇不上今天的妻子 我轻轻按住肩膀上那个陈年的伤疤 与傅言琛碰杯恭喜 祝你们百年好和 昨天经理特意在微信群里嘱咐 今天来的客人是位大人物 走进包房的一刹那我却惊呆了 一屋子的人都是我的高中同学 傅言琛西装革履 风度翩翩 坐在主桌 所有人原本在热络的叙旧谈笑 一看见我都愣住了 那是白玉书吧 我就说我们搬花是不可能不来的 不过他穿的衣服好像这的 身上这身制服像一件沉重的湿衣 粘在身上带走了我所有的心气与骄傲 但我调整了下情绪得体地笑了笑 我是秀一方的服务员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服务 班里的同学开始议论起来了 我天我还以为白玉书当年出国进修芭蕾了呢 他家不是超有钱吗 怎么现在会落魄成这样 是啊你看看咱们班长发展多好 创业成功都身家上意了 一位女同学笑道 行了行了 别杀人猪心 几个高中时期就看我不顺眼的女同学一起嘲讽地笑了 我听若网文 我来帮大家到酒吧 我像往常一样戴着手套 拿出了客人订好的名贵的红酒挨捉给每个高中同学倒酒 玉书 你后来在哪儿上的大学啊 一个同学问我 这句话 问到了我的心病上 当年我被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录取 顾于兰却撕碎了我的护照 同学们都纷纷上了自己心仪大学的年纪 我却被困在堂宫里过着地狱一般的日子 我没上大学 我坦然道 空气中像有什么东西凝固了 没上大学 怪不得只能当服务员呢 她原本学习就一般啊 就是长得好看会跳舞 要不然班长怎么可能鬼迷心窍 就在这时 门外一个漂亮女孩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自信又明媚 乍一看 与我有几分神似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傅言称风度翩翩地起身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乔雅欣 我们明年在英国结婚 如果大家有时间 我请全班都参加我的婚礼 周围的祝福声此起彼伏 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 眼睛像是进了沙子 热辣辣地疼了起来 有人奚落 要不是当初御书把傅言称甩了 他现在就是豪门扩胎了 他偏然微笑 握紧了未婚妻的手 看向我我得进御书一杯 要不是他离开 我还遇不上今天的妻子 我轻轻按住肩膀上那个陈年的伤疤 与傅言称碰杯恭喜 祝你们百年好和 夜晚 天空下起暴雨 潮湿的冷空气从四面八方侵袭 含义刺骨 薛义焦急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小姐 小少爷的情况还是很不好 医生说 最好赶快动手术 费用不能再拖了 好 我会想办法 我颤抖着挂断了电话 五光十色的俱乐部里 我带着公主切假发 穿着白色衬衫和高跟鞋 登上了舞台 一上台台下便是此起彼伏的口哨声 我有十年良好的舞蹈功底 加上淳于甜美的长相 在这家俱乐部里很受欢迎 正当我做出一个又一个性感动作时 我看到了台下一张熟悉的面孔 男人穿着质感上乘的西装 在人群中显得骆驼不羁 明灭闪动的灯光将他优越的眉眼映得越发出众 只是他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 让人不寒而栗 我陡然万念俱灰是傅言称 他为什么会在这 如果说今天的同学聚会是一场粉碎我自尊心的修罗场 那此情此景更让我痛不欲生 全世界我最不希望傅言称看到我这副模样 我身上的舞动并没有停 暧昧的灯光和音乐将现场的氛围调动到极致 舞池旁的俊男靓女们开始往我身上扔钞票 这些都是我今晚的小费 我热情地回应着他们一点一点脱掉衬衫 台下尖叫声不断 傅言称就这么在台下静静看着我 随后冰凉的手指划过了我胸前细滑又嫩的皮肤 他将一万块钱塞进了我的文胸内 白小姐 早知道你这么廉价 我当初何必那么苦苦追求 花点钱就好了 我的脸上像有一团火在烧 羞耻感让我浑身上下都僵住了 我却装作漫不经心地拿出了他塞进我文胸里的钱 笑道谢谢老板 凌晨两点半 我从俱乐部下班 夜晚冷嗖嗖的风吹得人心里发寒 我站在街边等待接单的司机 街道上 一道刺眼的强光辫从对面射过来 晃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人影向我走了过来 强势地拽住了我的手腕 傅言称的掌心掌带着滚烫的温度 语气却很冰冷 我送你回家 我正脱开 不用了 谢谢 周围五六辆豪车停在身旁 围着我们俩转 说着要送我回家的声音不绝于耳 傅言称的脸色黑得不能再黑 他的眼神似乎要杀了那些人 白玉说 这些年 你就是这么赚钱的 被羞辱了一整天 我的心像是被白衣啃视 更加承受不住傅言称眼中的嫌恶 傅总 我怎么赚钱跟你有关系吗 不远处 一辆出租车灯亮起 正是我叫的车 傅言称一脸淡漠 伸手拦住了我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面色苍白 笑了笑 傅总 好好解你的婚吧 少管别人的事 我上了出租车 没再看傅言称一眼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打开了车窗 任凭夜晚的冷风吹拂着我的脸颊 小姐 你要不要告诉傅先生当年的事 电话里 是薛怡关切的声音 不要 我垂眸 尽力控制住自己不崩溃 他有未婚妻了 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 如果你对他还念念不忘 不妨先告诉他当初所有的一切 也许 如果是七年前的白玉书 是绝不会放弃傅言称的 只可惜 现在的白玉书已经没有了往昔的骄傲 他自己都是阴沟里的一滩烂泥 拿什么去爱别人呢 我们没可能了 薛怡叹了口气 好吧 小姐 我给你煲了汤 你别忘了自己热一下 顾于兰去世后 唐公被收走了 我在郊区租了一间两居室 租金便宜 离暖暖的学校也近 薛怡会时不时来着帮我带孩子 回到家时 一盏温暖的光 洒在客厅里 像细碎的金箔 家里五颜六色的玩具摆了一地 暖暖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我放下包 捏手捏脚走到他身边 看着他睡觉时可爱的睡颜 在外奔波时的辛苦 顿时一扫而光了 我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 为他关上了卧室的灯 回到我的房间 我看着破旧脱落的墙皮上贴着的一张一张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孩穿着洁白的芭蕾舞裙 像一只骄傲美丽的天鹅 那是我曾经在全国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比赛时的照片 这些年 我一直不敢回想傅言琛 就像已经身处地狱深渊的人 其实更会害怕窥见光明 他宁可一个人在地狱里自由自在地漂流游荡 也不想让光照进来 把他的不堪狼狈照得无所遁形 我关了灯 强迫自己睡下 这时 我却接到了梁经理的电话 白玉说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我心中咯噔一下 我在俱乐部的收入十分可观 没了这份工作 我将很难支付暖暖心脏移植所需的七十万手术费 梁经理 是我哪做的不够好吗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梁经理叹了口气 还不是你脾气太刚 得罪了有钱客户还不知道 我在19club做了一周 基本上是跳完就走 跟任何客人都没有交集 除了傅言琛 梁经理见我不说话 若有肆无地打探我的口风 要不我给你她的联系方式 你主动和客人道个歉 一个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 什么都可以做 我捏紧了手机 好 富士集团坐落在京市寸土寸金的CBD 对面即是京市的地标性建筑 走进这栋大楼的时候 我不禁感慨 短短七年时间 傅言琛竟真的实现了她的人生愿景 冷空气一层一层将人侵蚀 我抬头看着玻璃窗外的雨滴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尘峰已久的盛夏 言琛 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的 我看好你 电话那边 短暂的沉默了两三秒 随后传来了傅言琛鼻息间宠溺的笑意 到底要红豆牛奶冰 还是要香草芋泥 香草芋泥 后来 学校里有人传傅言琛和学姐的绯闻 我不再肯跟她说一句话 只默默躲在家里哭 哭得眼睛肿到不行 傅言琛大半夜跑到我家楼下 手足无措给我擦眼泪 我真的从来都没跟学姐说过半句话 傅言琛滚烫的泪水 贴着我的额头流下 别再哭了 我傲娇的抬起头问她你就不打算跟我告白吗 傅言琛一震 英俊的脸漠然红了 随后小心翼翼的将我抱入怀中 玉叔 其实我已经喜欢你 很久 很久了 电梯到了顶层 墨地响了 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 我被秘书带进傅言琛的办公室时 傅言琛正站在落地窗前 眺望着整座城市的风景 副总 白小姐到了 秘书提示她 她才回过头来 将视线落在了我身上 我等秘书走出门后 便开口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傅总 如果我昨天说错了什么话 请您大人有大量 高抬跪手 我低下头 态度诚恳 我真的很需要俱乐部那份工作 傅言琛冷笑了一声 坐在了办公椅上 手里把玩着一支签字笔 白小姐 要不是你丢了工作 你是不是都不会主动找我 就像你当年一走了之 怎么都不肯见我的面 老宅里 那些将皮肤磨出血痕的镣铐 手持镇静剂的一声 声嘶力竭的喊叫以及无人回应的冷漠 回想到过去 我的心绪上下翻涌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水 言琛 对不起 年眉和你当面告别 傅言琛走到我的身前 死死捏住了我的下巴 有什么天大的事 不能给别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解释 我试图推开她的手 却无济于事 过去的事 就让她过去吧 傅言琛充满恨意地看着我 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不愧是你 白大小姐 别人是死是活在你心里 根本无足轻重 傅言琛 傅言琛靠近了我 身上满是低气压 你就那么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身体 卖弄风骚吗? 你知不知道 你脱掉衣服的样子 是个男人看了就会想上你 我拍一个巴掌打在了傅言琛脸上 这一击用尽了我全部力气 一个鲜红的五指印 在她白皙的脸上清晰可见 傅言琛低下了头 她用舌尖抵了底口腔内侧 线长的睫毛在她的脸上附下了一小片阴影 我推开门 走出了傅言琛的办公室 出租屋里 薛姨给我做了海鲜粥喝 这么多年 她的手艺从来都没变 一碗绵密鲜甜的海鲜粥喝下 所有生活的不顺意 都能被熨烫妥贴 傅先生真是不是好歹 要不是你 薛姨长叹一口气 她的公司能那么轻易做起来 我在网上看着求职信息 找到了另一家俱乐部 举手之劳而已 她能起事 是她自己的本事 我是从福利院出来后 才渐渐知道高三那年 傅言琛的父亲去世了 可想而知 那对她会是多大的打击 在她最脆弱痛苦的时候 断牙式失联 杳无音讯 她恨我 也无可厚非 我发送了自己的简历以及跳舞视频 对方让我明天就去面试 薛姨合上了我的电脑 默默地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小姐 这么多年 我没什么能帮你的心里实在有愧 这二十万 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拿着给小少爷治病吧 我眼眶莫名红了 薛姨从九岁就到邻家带我 体贴入微 这些年 她一直为当初没能及时报警 心里充满了愧疚 可我知道 忤逆盛世之下的顾于兰 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所以我不怪薛姨 我把卡推了回去薛姨 我不能要你的养老钱 暖暖的手术费 我肯定能筹到的 你放心 薛姨把卡还是放进了我手里小姐 你先拿着用 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 锦上添花翼 雪中送碳南 我眼睛发烫 收下了薛姨给我的卡 第二天 我准备万全去了薄荷俱乐部 这里明显和19club的氛围很不一样 显得很安静高雅 当我走进面试的舞蹈室时 坐在台下的人竟然是傅言琛 他手里拿着我的简历 轻轻翻动着 我本以为上次在他的公司 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没想到 傅言琛竟是这样阴魂不散 你怎么会在这 我的指甲紧紧嵌进了手掌心 他却不慌不忙地合上了简历 没人告诉你我是这的新老板吗 男人坐在皮质沙发座椅上 白皙修长的手指晃动着威士忌悲 白小姐 我可以给你你提出来的薪资 只要你跳得过关 我私存片刻 傅总说话算话 当然 我不管傅言琛打什么主意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快速变现的能力 我不可能放弃 好 我播放了自己准备好的音乐 随着音乐很快进入了舞蹈状态 台下 傅言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像是在用眼神一件一件包掉我穿着的衣服 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已经被踩在谷底 也觉得头越来越晕 空气越来越稀薄 当我以为自己要在舞台上栽下去的时候 却猝不及防地跌入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怀抱中 第二天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躺在了酒店的大床上 傅言琛穿着睡袍 坐在书桌前处理公务 看到我睡醒了 挂断电话 醒了 起来吃个早餐 困得话就再去睡一会儿 我拽紧了身前的被单 脸如死灰昨天 傅言琛走了过来 低头看着我 微微轻笑一下 不愧常年练武 就是能做各种不一样的高难度 你说什么 傅言琛轻扯开了自己睡袍的领子 露出了里面极尽暧昧的吻痕 调笑道 忘了 白小姐 昨晚是你先勾引的我 傅言琛打开了卧室里的电视 里面播放着一段在沙发上不堪的视频 我紧穿着内衣 张开双腿 坐在傅言琛身上磨蹭 嘴里乌咽着 好难受救救我 我都不敢想象 自己竟会用那种于取于求 柔媚入骨的语调说话 白小姐 你看看你那副模样 哪个男人能坐怀不乱 大概率是功能有障碍吧 我赫然想起 自己昨天进入舞蹈室时领颁给我递的那杯水 是那杯水有问题 你无耻 看着我羞愤交加的模样 傅言琛心满意足地勾了勾唇角 可是 没有人会相信我无耻 大家只会相信他们眼睛里看到的 一个脱衣五娘 甜不知耻地勾引她的新俱乐部老板 我的唇敏成了一条直线 眼角再也抬不起来 傅言琛 你是在报复我吗 她毫不掩饰地指示着我 对 我就是在报复你 除非 你亲口告诉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着眼前的傅言琛 想起她揽着未婚妻的腰的模样 不禁双唇打战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傅言琛自嘲地笑了笑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她的眼眶彻底红了 她失魂落魄地看着我 你连说些好话 骗一骗我都不肯是不是 我闭上眼睛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曾经最爱的人 你说 如果这个视频让秀一方的人看到了 那还会留你吗 我浑身颤抖 后脊发凉 傅言琛 你到底想要什么 傅言琛从容看向落地窗外的景色 俯视着座繁华忙碌的都市 手里摆弄着自己的签字笔 雅馨的学历家世都是一等一的 你也知道 漂亮女人都怕生孩子 身材走样 我是越来越听不懂傅言琛的话了 她不打算生小孩 所以她答应我 可以在外面找个情人 生个孩子 过去七年 那个埋藏在我心间最痛的次 终究以一种最奇怪的方式 再次击溃了我 我的手指紧紧嵌入手掌中 不肯把眼泪掉下来 傅言琛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整个人的胸腔剧烈地颤抖着 七年前和傅言琛拥有过的 所有美好的回忆 仿佛都成了一个笑话 傅言琛无比冷淡地看着我 像观赏着一个可以明码标价买走的玩偶 白玉书 给我生个孩子 我给你一亿 泪水已经弥漫过我的视线 我用尽所有力气狠狠咬住了傅言琛的肩膀 直到星恬的血液流入了我的口腔 我恨他 好恨他 傅言琛却只是闷哼 忍住所有的疼痛 宽大的手掌抚摸上我的后颈 语气里满是无奈 玉书 我宁愿你恨我 也不要你离开我 我却狠狠推开了他 砸碎了U盘 逃出了酒店房间 我站在小学门口 等着暖暖放学 他笑着 向我奔跑而来 像一个小太阳一般 扑进了我的怀里 叔叔 你昨天去哪了 薛义都说 找不到你人 我昨天工作太忙了 就在公司附近睡下了 暖暖用他肉乎乎的小手摸了摸我的脸 哪声哪气地问我 你昨天是不是没睡好 都有黑眼圈了 我拉着他的手 往家走 我没事 你呢 心脏有没有不舒服 暖暖高高兴兴地看着我 没有 这些天老师都夸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 我牵住了儿子的手 已经有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打算 正在这时 秀一方的经理通知我 让我跟着厨师团队 去上客人家做一餐私宴 等我从秀一方的车上下来才发现 客人的住址竟然是林勇祥剑的唐公 我住了九年的家 这是一栋独一无二的法式庄园 别墅前有上千尺的绿色草坪 满亭芬芳的花园 碧绿的天使喷泉 以及闲亭信部的孔雀 一派法国宫廷式的迷人富贵 书姐 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呀 我莫不作声 顾于兰穿着各色锦衣华服的身影 像幽灵一般在我脑海中浮现 唐公阁楼里的锁链铁门栅栏血腥的气息都是这些年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梦魇 让我想起来就头晕目眩 身体冰冷 我脸色煞白地看了一眼经理 经理 我今天身体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找人来替我 不行 今天这位客户是VVIP 我们必须服务到位 我抬头 默然看见傅延琛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的眼神是一种盯着猎物的冷峻 令人窒息 而后 乔雅馨从屋内走了出来轻易地搂住了他的肩膀 傅延琛单手揽过了未婚妻的腰 眼神落在我身上 却缠绵地吻着他 在外界看来 他们就是一对在恩爱不过的情侣 书解 那就是大佬的未婚妻爱 真漂亮 我想起傅延琛昨天对我说的话 心肩像是被滴了硫酸 我在餐厅布置花卉和餐盘时 乔雅馨正在家人的陪伴下是穿婚纱 延琛 好看吗 乔雅馨满脸都是代嫁新娘的喜悦 傅延琛随意地坐在沙发上浅着了一口红酒 你穿什么都好看 七年前的夏夜 傅延琛在学校的操场第一次轻柔地吻上了我 他身体微微颤抖 我至今还记得 我们会不会一直都在一起 这个问题 我总是忍不住一遍遍问他 他每次都会特别认真的回答我会 欲书 我们会一直都在一起 我的手指被玫瑰的刺滑伤了 流出丛丛的鲜血 我去一间客房的洗手间里 打开水龙头冲刷 傅延琛便跟了进来 他默不作声地从柜子里拿出了棉签和点符 抓过我的手指 用棉签沾了点符轻轻擦着 语气温柔 带着试探 欲书 如果你想重新住回这里 我没意见 我可以让乔雅馨住在别的地方 我从傅延琛手里抽回了我的手指 无比冷淡地看向他 我不想住在这 而且我们已经结束了 不必重新来过 傅延琛盯着我的脸 脸上样出一个极为蛊惑人心的笑 白玉书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个特别残忍的人 我没再理他 只想快速地从洗手间走出去 傅延琛却一脸愤怒地跟了上来 你又想去哪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 总之 不是一个可以看着他别的女人接吻的地方 你管不着 我加快了步伐 傅延琛明显怒了 你说管不着就管不着吗 你说结束就结束吗 他一把把我扔在了松软的大床上 利落地解开自己的领带 把我的双手捆绑在床头 他用嘴狠狠封住了我的唇 尽情地攫取我的一切 我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酒气 也听到了他唇齿间的抑郁 我偏要和你重新来过 傅延琛的手指灵活地解开了我胸前的扣子 我裸露的肌肤 骤然感受到了空气的寒凉 在这个熟悉的恐怖环境下 七年前的噩梦就这么细数钻回到了我的脑海 我终于崩溃地流下热泪 拼命挣扎 滚开 放开我 别碰我 我拼尽所有力气 伸手勾到了床头上的烟灰缸 用力朝傅延琛的头上一砸 他的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 鲜红的血液 像华丽复古的红丝绒 流淌在了他白皙修长的手指上 傅延琛困顿地抬头 却迎上我冷漠的眼神 欲输 我浑身颤抖 讲话没有留任何余地 幸福的 你再敢碰我一次 我会直接报警 让你吃牢饭 我说到做到 我扔掉了带血的烟灰缸 亮呛地离开了房间 刚好与等在门口的乔雅馨打了个照面 他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傅延琛正坐在床上 额头上是流下来的丛丛鲜血 他唇角微钩 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 白玉叔 你等着 我忘不了乔雅馨那英质可怕的眼神 为了躲避他和傅延琛 我带着薛姨和暖暖 换了一个城市 我拿着之前的银行流水贷款了一百万 下个月一号银行便会放款 我安排暖暖会整了行市最好的心脏移植手术 暖暖也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他转到了新学校一周 期末测试名列前茅 我答应给他买乐高 炎炎夏日 我拉着暖暖的手 路过了一家明亮的芭蕾舞室 里面放着轻柔美好的音乐 十六七岁的女孩们 在教室里轻盈地旋转着 我满眼羡慕地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暖暖抬着头看着我叔叔 我觉得你比他们跳得好多了 我摸着暖暖柔软的发烧 我 嗯 暖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你跳起舞来 就像一只真正的白天鹅 我笑了笑 妈妈每天还要去蛋糕店上班呢 我换了一份离暖暖学校最近的工作 晚上我还是要去俱乐部跳舞 这里没人认识我 我做一年便可以把暖暖的手术费挣出来 暖暖还是依依不舍地跑到了芭蕾舞室前 帮我拿了一张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表 暖暖 妈妈的年龄已经过了呀 我低下头 身体沉沉的 眼睛也觉得无比酸涩 现在也不是时候 暖暖却执着地看着我 叔叔 成人组是19到26岁 你还没过25周岁呢 我看了一眼芭蕾舞比赛 金奖有十万美金 内心防线似乎松动了一分 可是 叔叔 不是一世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暖暖仰着小脸看着我 两只眼睛弯得像月牙 夏日的蝉鸣和绿荫 掺着柔和的阳光 让人不由地不知天高地厚起来 我在眼泪流下来之前 轻轻擦掉了 我回到家 在暖暖的督促下 在网上报了名 薛姨知道了 我报名了芭蕾舞比赛 开开心心地做了好几道拿手菜 小姐跳芭蕾舞的样子 最好看了 就这样 我们等到了银行的放款 给暖暖安排上了心脏移植手术 幸运的是 暖暖的手术很成功 没有出现排斥反应 陪她在医院里的那些时间 我都在默默地练习跳舞 三个月后 暖暖出院了 我也顺利进入了副赛 我因出色的外形和轻盈的步伐 我受到了许多评委以及观众的喜爱 副赛那一天 我准备了当年自己申请学校 一直苦苦练习的舞曲关不住的女儿 为了这支舞 我受了十五斤 针到台上的时候 舞步的确像天鹅一样轻盈 一曲完毕 台上的灯光追随着我 舞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似乎在台下看到了傅延琛的脸 当评委们宣布我进入决赛时 我激动地说不出话 也就是在此时 台上缓缓降下一块投影一幕布 一瞬间 灯光全部熄灭了 投影上播放着我在俱乐部里跳脱衣舞的视频 我化着浓艳的装 穿着白衬衫与高跟鞋 做出一个又一个性感撩人的动作 台下一片哗然 媒体纷纷追踪着我 那是谁啊?选手白玉书吗? 拖衣舞娘也可以跳芭蕾吗? 紧接着 我和傅延琛在酒店里的视频也被发出来了 我坐在傅延琛身上 百般勾引 那好像是富士集团的总裁傅延琛 拖衣舞娘勾引商业大佬 傅延琛是有未婚妻的 明年就要结婚了 白玉书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三 顿时 媒体记者们涌向我 闪光灯不停地拍着我 现场一片混乱 傅延琛脸上第一次出现慌乱的表情 他拨开人群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想护住我 这时候 人群中一个狗仔爆出极度兴奋而尖锐的声音 白玉书是已故富豪林雨祥的妓女 他被继父强奸过 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傅延琛听到后 脸色惨白 什么? 台上的灯光照耀着我湿了颜色的脸 周围人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 只有我缓慢跳动的心跳声 我曾想过有一天真相会被揭开 那是我经济不再困顿时 也是暖暖的身体已经彻底康复时 也许 那个重拾人生信心的白玉书鼓起勇气告诉傅延琛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乔雅欣得意地微笑的脸 如果 这就是他报复我的方式 我想说 他成功了 记者们拥来之前 我再也支撑不住 一头从舞台上栽了下去 我做了一个很沉很沉的梦 梦里回到了我17岁的模样 17岁的白玉书 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会跳芭蕾舞的女孩 同学们说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真公主 只有我知道 我并不是 我爸爸白起是一个长相帅气的警察 妈妈顾于兰是寿楼处的销售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非常相爱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爸并无大展拳脚的能力 而顾于兰凭借出色的样貌和过人的口才 在寿楼处坐得风生水起 时日渐长 顾于兰开始嫌弃爸爸 终于在我九岁的时候他和爸爸离婚了 我爸三个月后出井意外过世了 他带我从一个不发达的沿海城市到了祖国的心脏 我们住进了城堡一般的堂工 顾于兰拥有了专属司机保姆偌大的化妆件 我就读京市最好的学校 拥有数也数不清的漂亮裙子舞鞋 只是 别墅里多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妈妈让我管他叫爸爸 继父对我很好 他总是在巧克力店给我买我喜欢吃的糖果 送我最新的施坦威钢琴昂贵的小提琴竖琴 甚至是麻场里欢快活泼毛色棕亮的小马居 就这样 我一路在堂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八年 高二时 继父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顾于兰整日以泪洗面 他一直想为继父生一个儿子 多年来却始终没能如愿 后来 继父开始频繁地和他吵架 我邻家家大业大 我只是想要一个儿子 有错吗 你这个下不出蛋的二手货 还要管我在外面找女人吗 顾于兰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他开始变得神经质 患得患失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了继父偷看我洗澡 他撕破脸皮和继父大吵了一架 带着我 离开了堂工 可是多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 已经让顾于兰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每年两三千万的零花钱 让他用惯了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很快花光了钱的他 只能带着我再回到堂工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避着我和继父 直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醉酒的继父撬开了我卧室的门 对我做了一个老男人对少女能做的 最可怕的是 那一夜 我拼命地嘶喊与挣扎 一直喊着妈妈 顾于兰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消失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顾于兰跪在了我的面前 拼命地扇着自己的耳光 叔叔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 答应你就这一次 只要你给林叔叔生一个儿子 咱们家一切的难题 都解决了他跟我说了 他好喜欢你 他所有的财产都会给这个孩子 而我只是默默捂住了身体上疼痛的伤口 在我心里 我妈已经死了 眼前的人 只是被富贵荣华迷失了心智的恶毒女人 不是我妈 我好想逃脱出唐工这个可怕的金丝龙 可是我却被迫和外界切断了一切的联系 他在学校为我办理了转学手续 说我去国外进修芭蕾了 其实是过了四个打手 日夜不休地看着我 把我锁在了阁楼里 继父每晚都会来我卧室 一个月以后 我发现自己身体产生了异样 我开始止不住地呕吐 无论闻到任何饭菜的味道 我都想吐 医生来时 向继父和顾于兰宣布了一个喜讯 我怀孕了 顾于兰和继父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在阁楼的卧室里 已经割断了自己的手腕 我好希望自己死了 那样我就彻底解脱了 只是好可惜 我一次又一次地 被守在唐宫的医护人员们救了回来 我拼命地折腾自己 却始终没能流产 几个月后 我已经渐渐显怀了 立东那一天 我看见傅延琛又一次出现在唐宫的外面 顾于兰不知道 又跟他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如何骗他 我看见他就那么呆呆地站在漫天的大雪里 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一般 单薄的身影显得那么孤寂 我拼命捶打着阁楼被封上黑条的玻璃 直到被砸碎的玻璃间从上方刺入了我的肩膀 我被打手们拖走 傅延琛却始终没有看见我 而我 已经能感受到自己掌心上的胎心跳动 18岁那一年 我在唐宫生下了一个男孩 顾于兰和林宇祥喜不自胜 他们整日围着这个男孩不撒手 也对我放松了防备 我趁着打手们不注意 在冬日里穿着一件单衣就跑了出去 我好想好想言尘 好想好想告诉他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可是我没跑出唐宫几公里 便被他们抓了回去 从此以后 我变成了唐宫里的时不时会哀鸣嘶吼的疯女人 是整个宅子里所有人都会莫如深的禁忌 直到两年后 林宇祥作声一兵败如山倒 欠了几百亿的外债 所有的房产被抵押清算 他走投无路 从京市的最高建筑物上一跃而下 银行来收唐宫这套房子前 顾于兰在家喝了许多红酒 又哭又笑 他应该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自己如此机关算尽 搭上了自己和亲生女儿的一切 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顾于兰在唐宫开煤气自杀了 而我和那个孩子命打 没死成 我们被安置到了福利院 我一直不认为那是我生的孩子 我只觉得 他是顾于兰和林宇祥两个人用我的身体 结下的恶果 可真当我在黑暗中 向那个幼小的生命伸出双手 准备掐死他的时候 他却对我笑了 他长着和我一样的眼睛 鼻子嘴唇 冲我甜甜地笑了 他用他白白嫩嫩的脸蛋 毫无防备 充满信任地蹭着我的手 我鬼使神差地抱起了他 眼里是流不干的泪 暖暖 以后我就叫你暖暖好不好 玉叔一直在医院里高烧不退 嘴里说着梦话 而傅言琛一直守候在病房里 形容憔悴 滴水不浸 傅先生 小姐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了 请你走吧 看到薛怡 傅言琛想起了当年不可一世的顾于兰 这些年 顾于兰对他说的话 一直萦绕于他的脑海 将他的自尊心打击到谷底 像你们这种小门小户的家庭 叔叔和你在一起 只会遭罪 你爸一个月工资 就只够我们叔叔买双袜子 更何况他现在还死了 连双袜子都买不起了 穷鬼家庭就别赖边千金小姐好吧 他一味地恨着玉叔 从未想过他们分手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以及 他有可能身处于怎样的人间恋狱 他一直以为他抛下 他进了芭蕾舞团 出了国 所以这些年 他一直在国外的几个出名的芭蕾舞团 寻找他的踪迹 从未想过他一直在国内 直到 他有一个朋友说 秀乙方里有一个女服务员 很像他留在前家里的那张初恋的照片 最开始 傅言琛还不肯相信 直到朋友拍到了白玉叔的照片给他 他才知道 他真的在这里 林永祥顾于兰七年前确实欠下巨资离世 可顾于兰是什么样的人 怎会不留后手 傅言琛只当白玉叔在国外享受着他继父和母亲留给他的海外遗产 从未想过 他竟然从十八岁后便独自抚养一个孩子 傅言琛呆坐在地上 脸色惨白如纸 泪水禁不住从眼睛里躺下来 他用拳头狠狠地砸在墙上 林永祥那个该死的畜生 畜生 叔叔当时才十七岁 他这些天到底都对他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呀 傅言琛想起带着全班同学去他上班的餐厅 看他落魄的样子 拿所谓的未婚妻气他 傅言琛想起他去俱乐部 往他的内衣里塞钱 说最恶劣的话侮辱他 一次一次地出现在他面前 戏耍他 甚至还说要他代孕 给他生孩子 把他带回了他拼命想逃离的谈工 他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林雨祥那个畜生对他做的事吗 他怎么能如此低劣 如此残忍 薛仪看着傅言琛狼狈不堪的模样 无奈地叹了口气 叔叔为什么不来找我 薛仪神色凝重傅先生 小姐当年其实去找过你的 夫人去世一年以后 小姐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好一些了 只是还是很怕冷 怕被风吹着 在夏天也要戴着帽子 他去了你们大学找你 当时你在学校里办创业社团 被众心拱跃地围着 身旁有一个好漂亮的女孩 一直给你递水 你们俩并肩从林荫路中走了过去 根本就没看见小姐 我那时候不放心小姐 就陪在他的身边 我让他别灰心 去找你把一切都说明白了 他只是摇了摇头 装作不在意地笑了笑说 一个身处寒冬的人 有什么资格让一个身处剩下的人停留呢 傅言琛睁大了双眼 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疼得他无法呼吸 他那时候拼尽全力 一心只想要赚钱 只为等他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可以蜕变成一个能配得上他的人 可他却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 根本没有看见他 薛怡声音沙哑 你还记得你创业时的第一个买家吗 傅言琛大脑一片空白 他记得他的第一个大买家费利萨 是一个意大利人 没有那一笔240万英镑的收入 他的公司不可能那么顺利就走上正轨 费利萨先生是小姐在意大利的汽车销售顾问和朋友 小姐知道你在创业初期需要找到合适的大买家 给费利萨先生打了许多电话 说服他购买了你们公司的第一批轮胎 薛怡红了眼眶 小姐想对一个人好 就会用尽全力 这么多年 要不是小少爷身体一直不好 总是生病 拖累了他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跳芭蕾舞 放弃他自己梦想的傅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你三番四次的侮辱纠缠到底治小姐于何地 傅言称渐渐弯着腰跪在了地上 痛苦地乌咽着 像是坠入深不见底的海底一般 我的身体像一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 一睁开眼 我便闻到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小小的御人趴在病床前 用肉乎乎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手 我看到他的那一个瞬间 就将他紧紧抱入怀中 暖暖 见我哭了 暖暖用手轻轻给我擦着眼泪 叔叔 你睡了好久 可把我担心坏了 我习惯性地笑了笑 碰了碰暖暖的鼻子 妈妈没事的 薛姨接到了傅言称的电话小姐 是傅先生的电话 你要接吗 我摇了摇头 如果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傅言称 也许我可以听他解释 但我全心全意地爱过他 所以 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薛姨叹了口气 他听了傅言称的解释 打开了电视 新闻发布会上 傅言称衣着正式 台上的媒体的照相机 不停地闪动着 傅言称穿着西装 表情严肃认真 我和乔雅欣小姐的婚约 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契约关系 目的是追回我的前女友白小姐 这里是我们的合同 就此 我再次申明 白小姐不是第三者 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打扰她平静的生活 很快 舆论在网上发酵 许多人说我是傅言称的白月光 而乔雅欣只是我的替身 其实 傅言称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 他当初之所以能把乔雅欣带到同学聚会上 潜意识里就是对他全方面的认可 他叫他言称 把婚纱一件件试给他看 他在弹宫的阳台上吻过他 说从未对他心动 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闭上眼 不想再去想有关傅言称的一切 我在杭氏的俱乐部里一直跳着舞 一点一点还每个月的贷款 傅言称每天都会来俱乐部 他总是默默坐在角落里看我跳完舞 在开车跟着公交车 一直远远护送我到小区门口 从不打扰 我过25岁生日 一回到家 薛姨和暖暖都在 只是厨房里被弄得乌烟瘴气的 满是油烟 我抬头一看 一米八五的傅言称戴着围裙 手忙脚乱地从厨房里拿出了一锅红酒炖牛肉 玉叔 你回来了 傅言称一脸讨好 我看了眼薛姨 小姐 今天是你25岁生日 傅先生买了好多菜 我实在不好意思赶人出去 暖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叔叔 言称叔叔 做菜可好吃了 我们就一起吃吗 我看了眼狼狈的傅言称 你和我出来 哦 好 傅言称马上摘掉了围裙 跟在我身后走出了公寓 我们在小区的花园里找了一个长翼坐下 月色如水 映照着两个外表年轻又内心沧桑的人 暖暖是个很可爱的小孩 你把他养得很好 傅言称缓缓地说 像是生怕他哪一句话会不小心伤了我 我摸了摸自己的肩颈 沈然一笑 他半岁的时候 在福利院 我想掐死他来着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天空 好像那样我就可以解脱了 可他只是笑 一直在笑 傅言称心如刀脚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叔叔 你嫁给我好不好 傅言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掏出了一个戒指盒子 打开了它 那是一颗石克拉的全美方钻 很像固于蓝珠宝盒中陈列的众多钻石戒指中的一个 我会对暖暖像亲生父亲一样好 我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让暖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童年 我合上了那个戒指盒子 言称 谢谢你对我的一番心意 但我并不想嫁给你 傅言称深吸了一口气 眉眼之间是说不出的沉痛 她的声音音哑 明明你也爱我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做 顾于蓝那样的女人 如果我嫁给你 我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辛苦 你可以给我和暖暖很好的物质生活 我们就像我妈当年带着我一样 拎包入住堂宫那样的地方 锦衣玉食 坐享其成 可我永远都只会是你的太太 亦不亦趋地跟在你身后 看你脸色行事 怕变老怕被你追着生孩子 怕你身边无数年轻漂亮的女孩 往你身上扑 叔叔不会的 傅言称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和你保证绝对不会的 我看了一眼傅言称 却想起她带着乔雅欣在身边的样子 那种心碎的感觉 我再也不想经历一遍了 言称 其实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幻想 如果顾于蓝不嫁给林永祥会什么样 也许她已经是江城寿楼处的销灌了 我们也许不会大富大贵 但也不会落得用自己女儿借父生子、家破人亡的下场 这一切都是走捷径的残酷代价 我和她都不得不负的代价 我抬头看着天空中的月亮 言称 为了陪暖暖 我失去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七年 现在暖暖的病好了 我想把我弄丢的那个自己找回来 这比任何事对我来说都更重要 七年后 英国伦敦 我从皇家舞蹈学院毕业 和舞团一起在伦敦演出了《天鹅湖》 在舞台上 我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汗水 每一次旋转和跳跃 都让我觉得自己一次一次在挣脱弹弓里枷锁 原来 我也可以闻到冬天凛冽的空气 抛开所有的哭喊和绝望 站在舞台上 去过真正属于我的人生 异曲完毕 灯光重新亮起 潮水般热烈的掌声下 我和舞蹈团的成员们一起享受着属于我们的荣耀 除此之外 我还在国王路上开了一家专门卖发廊彩的饰品店 七年间 我用开店所赚的钱 买下了伦敦金斯雀码头的两个高级公寓 在伦敦 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底气 我计划接暖暖来英国独初中 可他却说 他舍不得在国内篮球队的好朋友们薛姨以及颜琛叔叔 这些年 我像是刻意回避一般 并不主动会想起这个人 暖暖时长却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提醒我 叔叔 颜琛叔叔厨艺又进步了 他说你在英国吃不惯的话 他可以飞去给你做 叔叔 你自己不要太累知不知道 叔叔 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花不完 你确定自己的钱够用 这些话 究竟来自谁 我并不想去探究 但暖暖永远是我心底的小太阳 也是我每一步向前的涌动机 圣诞节 伦敦的大街小巷洋溢溢着浪漫的节日气氛 我给饰品店的员工们都提前放了假 自己在店里做一些礼物包装 准备送给舞团的朋友们 一个高大英俊的中国男人走进了店里 他手里拿着一束盛开的粉色勺药 递给了我 节日快乐 玉书 一个甜蜜的吻落在我的唇上 我跳在了他身上 深深地稳住了他 节日快乐 陆旭 我是两年前认识陆旭的 那时我趁着不练舞的周末 独自去逛大英博物馆 在埃及馆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前 我和他遇见了 陆旭是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 为人风趣幽默 谦逊内敛 我们一起去了欧洲的各个角落 希腊罗马布达佩斯布鲁塞尔 可真正让我决定和他要一直在一起的 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我和朋友在伦敦街头 我戴着一个毫不起眼的帽子 他却隔着很远 从街对面看到了我 牢牢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看向他 这么多人 你怎么会看见我 因为我有你的追踪雷达呀 只要你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我一定会第一眼就看到你 我动了动嘴角 也许陆续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他这句话 治愈了许多年前 等在街角 被另一个人擦肩错过的白玉书 傅延称视角翻外 玉书结婚了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教堂里 他穿着洁白的长托尾婚纱 手捧鲜花 走过长长的红毯 美得不可方物 薛衣暖暖和我都去了 暖暖穿着定制的手工西装作为特别嘉宾 在他的婚礼上发言 给予他和陆续最真诚的祝福 玉书曾数度在婚礼上落泪 陆续都轻轻地帮他擦掉眼泪 陆续出身于书香世家 父母都是剑桥的教授 家庭气氛非常轻松和谐 他为人阳光开朗 幽默风趣 极爱笑 只不过 在牛津一年50万英镑左右的年薪 不及富士集团一天所赚的零头 原来 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娶到心仪的姑娘 只是顾玉兰交给我的可笑悖论 我看着玉书向另外一个男人热泪盈眶地说出 他的结婚誓言交换戒指接吻拥抱在众人的祝福中走出教堂 我多想回到带着高中同学走进秀一方的前一天 多想在那些可怕的伤害发生之前 就告诉他 我是那么思念他喜欢他爱他 想永远陪在他身旁 暖暖似乎看出来我的痛苦 他递了一张纸巾给我 颜称叔叔 别难过了 我用力搓了搓他的头发 算这小子有良心 这些年暖暖在国内 我没少照顾他 为安前满后 比亲生父亲还上心 我没难过 只是沙吹进了眼睛 我看了眼穿着白色婚纱的御书和穿着新郎服的陆续 不知道怎么地 眼泪就流下来了 暖暖叹了口气 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暖暖拍着我的肩膀 给我安慰 跟我说了句悄悄话 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罢了 我心里好瘦了些 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模样 看了眼陆续 那那位大教授呢 暖暖叹了口气 他顶多能算得上我后爸 我抱住了暖暖 你小子 算你有良心 暖暖笑了笑 他的眉眼和御书有种说不出的相似 在人群中一眼可见的出挑 其实 在知道御书曾经帮助过我找买家之后 我心里一直都有报答他的想法 如今 他结婚了 我给他并不妥 也怕陆续有意见 暖暖 言称叔叔跟你说个事 这是咱们男人之间的秘密 你不用告诉你妈 哦 好 叔叔想给你公司20%的股份 算是送给你的成长基金 你可以拿着这笔钱 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暖暖笑了笑 直接拒绝了我 不 言称叔叔 我不要 傻小子 这可是275亿的20% 叔叔跟我说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要凭自己的本事去得到 拿别人给的 没意思 我正了正 摸了摸暖暖的头发 他的孩子 自是像他的 曾经 我爱御书的骄傲与美丽 现在 我更爱他自由不屈的灵魂 只可惜我已经永远错过了我最爱的那个女孩 暖暖 你妈妈说得对 你要听她的话 远处的钟声响起了 古朴又幽远 那已经不是高中时代的下课铃声 而是属于她的幸福之旅的钟声 我的女孩 这一生 与你 我已经是局外人 可我永远都住我心底的你 余生顺遂 幸福安乐